字幕提供 好啦 那這邊比賽開始囉 那這邊歡迎回來收看喔 今天的賽事是 BREADING SERIES 最熱青春第十二週的賽事喔 那主播是由我 阿奈斯 那賽評是 輝哥 來為各位做一個轉播喔 好 那在畫面中 左上角紅色的重組 是我們的TNG TNG STONE 那在右下角藍色 藍色的重組 是我們的GoGoJoy GoGoJoy 地圖呢 則是我們的補夢王喔 這張圖正常的時候 重組會BAN掉 如果衝好重就沒差 我個人也超級討厭這張圖的 討厭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我在這張圖收到重組 我不知道為什麼重組 每個都打快攻 沒有再跟你打後期 所以你BAN掉的原因 是因為重組嗎 對 我BAN掉的原因 是重組跟神組 神組的話都 像瘋子一樣蓋攻炮 可能我經濟比較低阿 所以我遇到的是這種 為什麼BAN的原因 都跟人家不一樣 張圖重組會想BAN掉 是因為打人類 坦克架在山後面太白癡 對 那個頂位 你必須要繞一大圈去包 而且他來壓你 譬如說你今天三框開 不管你開下面還是上面 對 他今天坦克來壓你的時候 他壓到你的臉上 對不對 把你的那個 岩石打掉 然後他在架坦克 那你要怎麼包 你要繞一大圈 沒錯 這怎麼打 簡單來說你的兵 就是被他白賺非常多 反正這個是目前 天地最白癡一張 就是衝打人 對 打神組的話還好 打神組的話這張圖 白身衝很強 這張圖白身衝很強 對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 會使用白身衝划 這張圖還可以考慮 如果你不會使用白身衝划 那張圖 其實就可以變掉 你剛剛說用那個 主控師弟小師這一張嗎 不是 新圖 喔不是 這邊先去的狗術 是不是比較快好的 這個獨包什麼 蓋在家裡面 感覺是要做事 對 要做壞事 這邊 工具最近做一個漫狗開 所以他的 狗速會比對方慢 她的狗速會比對方慢 好 直接變 後續要補狗嗎 補狗 補兩條 沒有 補兩條 防 防那個 人家到他家 那條狗吧 這邊工具也很小心喔 直接 兩個後叢先卡好了 他看到賭 媽媽先做好賭口 這工兵有要逃嗎 狗兵有要跑嗎 路不跑嗎 哇這狗兵直接 狗兵直接槽框回阻 我覺得GOJOE剛剛應該是沒有注意到 那個王從下面那個毒豹走進來 對應該是剛剛是沒看到 那個戰鬧超驅行 他應該是滿腦子在對準那個 我覺得他應該是滿腦子在 在那個注意他的門口 要去蓋那個戰鬧分子場 所以他沒有看到那個毒豹進來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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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在打的時候是打 台服 不是打韓服 所以 他們連過來會lag是有可能的 沒關係我們就先等那個選手 排出障礙吧 好 其實在重打重重 早期的毒狗 操作上面如果一個lag 真的是一個要命啊 這個比賽的話 其實當初會辦真的本意 我跟那個 我跟那個主辦方聊過很多次 我們辦這個比賽 本意就是要讓台灣小孩走 看他要爆炸 本意就是要讓台灣的業餘選手 可以來參加比賽 三隻後銅頂住 好 這邊看來剛剛lag是有差的 這邊lag結束完之後直接守住了 你做lag方守住了 lag方守住了 來這邊把他堵起來 留個洞 生一個洞慢慢來卡 他也放個眉魔的吧 他也放個眉魔的吧 本意就是培養出下一個台灣重王 所以我們這個辦得滿成功 因為每個都是重組玩家 很轉嗎 很轉嗎 來來來我調一下畫 畫畫條差一點 看你們這樣會比較不轉 來試試看吧 略形再F看看 好那這邊 TNG這邊選擇 就是放下自己的山礦 因為早期 狗速這邊 TNG是比較 比較早完成狗速 所以主動權是來到TNG的 那這邊 GoGoJoy就是被迫 採取一個手勢 山礦的話 可能會比 就是會比TNG晚一點 但是這邊的話 他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蟑螂的一攻 會比較 快一點點 這邊 GoGoJoy就是能 慢慢的 歸出蟑螂之後 然後開始 轉出自己的山礦 話說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你是誰 喔 我嗎 好 慘了我要怎麼自我介紹去 又不是用英文 幹用中文 好啦 那個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奈斯 那 從 今天是我第一次擔任 星台的主播 那請各位多多指教 有 講得不好的地方 也請各位多多包涵 就今年幾歲啊 有沒有姊姊跟妹妹啊 真的大家比較關心 我也這麼覺得 我也這麼覺得 小弟今年22 那 妹妹 妹妹有 姐姐妹有 好就這樣 如果是 妹妹的話他們就會問說 那妹妹是她幾歲啊 沒關係 還沒有問 等你有問我再考慮 他們一定會問 本來是我上次介紹一個遊戲 對 我介紹那個角色的故事 然後講一講他們就說 男的不重要不用介紹 靠腰 哈哈哈哈 行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等一下他們還是沒有記得你的名字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要會戰 好 啊 這邊 就像剛剛說的 哥哥追尼的這邊的優勢 只是她的攻防會比較快 但是因為早期的 主動拳完全是在TNG手上 經濟上面來說 三況也是比 哥哥追尼來得快 所以這邊的蟑螂數量一定是比 一定是比 一定是比哥哥追尼來得多的 那這邊剛剛 哥哥追尼被反壓回來之後 這邊來到TNG的 哇 這邊第四 直接跑開 這邊陣血很明顯 TNG是比哥哥也好 對 這邊TNG的陣血是非常好 蟑螂直接擠了上去貼身 這邊後面補出來的蟑螂 雖然後面補出來的蟑螂 但是後面的蟑螂 其實是不太夠的 這邊農民不考慮偷射蟑螂嗎 TNG這邊後續的蟑螂也補上來 對 TNG這邊後續的臨時的蟑螂 喔 現在才開始脫農 但是這邊蟑螂速度已經來得有點不夠了喔 好來這邊所有的蟑螂硬生倒地 後面還是幾隻零星的蟑螂 那三公司 慢慢也持續來做一個速度喔 但是這邊見具的蟑螂實在是非常的多 農民又帶出喜意了喔 說說所有的農民 但是後面的蟑螂非常的多喔 然後後面還接了一些零星的狗喔 這個狗接得好 這個應該是 這邊說的當然只能上去 即我點掉了 即我點掉了後蟑螂喔 這次已經輸了 不可能 對 情勢大獵 那個 經濟上 那個 軍力收束 可是 科技的話 稍微領先一點 TNG的一防還先好 TNG的二攻快好 可是 二攻被感染了 被感染了 還差那12秒 但是基本上這個二攻好也是無力回跳 那這邊TNG 不好意思 這邊勾勾拥打出了GG 有千軍拿下了第一分 你有發現 你剛剛的介紹對不對 你看喔 你剛剛順序就錯了 嘿 你剛剛是不是先自我介紹自己是誰 對 然後再說自己有個妹妹 對 所以大家只記得說你妹幾歲 更不知道你是誰 不是我只有三個妹妹 你有三個妹妹喔 哇塞 那這樣他們肯定會記得你有妹妹 但他們還是不記得你是誰 所以你要再 我跟你講你要介紹的時候你要先 你要這樣子 你要說 大家好 我有三個妹妹 然後分別幾歲幾歲 講完後 然後我的名字是誰誰誰 他們就去記得你了 唉唷 你懂嗎 哇 是是學了 所以你現在已經 你現在已經說你有三個妹妹 這時候是不是要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要怎麼拼 他們就會記得你 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有三個妹妹的阿奈斯 阿奈斯 阿奈斯 什麼拼哪 那個 A.N.A.I.S A.N.A.I.S 對 阿奈斯 那你覺得你有沒有什麼特色是可以讓大家記得 要大家怎樣才記得 我的特色嘛 我個人 其實會跟我有常常看你的台 然後我有走在那邊當觀眾 就是你記不記得去年還前年你在玩人中之龍的時候 對 然後 那時候 欸你是玩人中之龍吧 我記得 然後 那時候不是常常有一個人一直在幫你 欸也不是一直在幫你 就是我 因為那時候我在日本 然後我就是在幫你 問說那個人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在下面幫你打翻譯 嗯 好 可能你不記得了 因為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我知道 很久之前了 對很久之前 對 好 他們已經知道你是誰阿奈斯 然後知道你有妹妹了 那接下來就看你怎麼做了 我 我是還好 我是沒什麼興趣 對 但是看聊天室 大家已經記得你的名字了 我想一下喔 一個 所以以後 以後 大家就會 喔那是有三個妹妹那個 那個主播 三妹主播 好 好 那這邊緊接著來到了下一場喔 那在右下角 藍色的重組是 GoGoJoy 剛剛 剛剛落敗了喔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 GoGoJoy有沒有辦法 擋回一層喔 那接著畫面來到左上角 紅色的重組是我們的 TNG STONE TNG其實已經 那個 有一陣子沒打了 他大概中間有 大概兩三年沒打 也是最近回過 他最近回過的 他在12歲的時候拿的到中式 是不是那個 幾年前的事情 那個 我知道我想起來 那個當初 話題吵得很熱的那一位 五六年前的時候 他就中式 後來他在大概 三年前的時候吧 大概跟我 退役的時間差不多 那時候他開始就沒打 可能跑去玩其他遊戲之類的 然後最近又回過 跑去隔壁棚之類的 我不確定 我不知道他後來去玩什麼 可能玩其他人的妹妹吧 那應該不是我家的年齡差太多了 那應該不是我家的年齡差太多了 他現在好像17歲 他現在好像17歲 17歲 我想 讓我思考一下 好 對 應該是不會碰到 好 我們這邊雙方的開局都是一個裸雙開的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 鏡像式的一個開局 其實我個人在打天梯上面來說 因為我個人是蟲族嘛 所以我 蟲打蟲是最爛的 我這邊看過 有一個不一樣的打蟲 什麼 你衝打蟲最爛 我衝打蟲是最爛的 我原本衝打蟲也很爛 自從我領悟了 不用出狗跟毒爆的打法以後 我刪去就提升 你衝打蟲嗎 蛤 就出蟲蟲啊 那你出什麼 把門口堵起來啊 強迫人家一定跟你打蟲蟲 強迫人家至少 要嘛飛龍要嘛蟲蟲嘛 前期至少我很安全 虧著打 真的 那只要對方實力沒有病高一級的話 你還是有機會贏 因為畢竟我不是玩蟲族 真的 那因為我不是玩蟲族 所以我的毒狗操作一定不會好到哪 所以我有特別練 但因為我沒有在玩 我很少玩蟲 所以 所以我也沒練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弱點隱藏起來 就直接 那個就乾脆直接早期才防守 然後就是出場 波飛躺之類 兩萬開 然後有科技優勢 那波打出去也是 也是很兇的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GoGoJoin 他這邊放下的是進化師王 那這邊走的就是 其實最近開始有在出現的一個戰術 就是我們的一防狗 一防狗大概 我可能有四五個月了 最早是 SOS吧 在GSO上面打 他每一場都這樣打 真的嗎 不好意思 SOO SOO SOO還是一直在拿亞軍 所以他私利是有的 最近比較軟一點 最近他連亞軍都拿不到 那看到我資訊多很多 我今年六月才從日本回來 對 所以其實那段是很常用那個 一防狗 但是那時候在台灣還沒流行 反正這邊賭了 狗跟賭爆賭了上來 其實我個人 回來研究了一下之後 我發現一防狗的一個弱點就是 他早期的獨爆狗的操作 他的 痾 當你今天發現對手是走一個一防狗的時候 你早期可以先用獨爆狗來做一個 潛壓來嘗試 不過這邊 也有意識到對方是要潛壓的 因為早期 一防狗的話 你的狗數不會那麼早完成 基本上你的狗數跟一防都會在 四分二十秒到四分三十秒這邊完成 因為你為了要讓你的防 跟你的狗數可以同時 同時完成 所以 對 沒錯 然後有些比較偷的重組 就會連獨爆都省 所以 建議可能大師以下的重組 當你今天碰到這一招招 你可以試著 用獨爆來做 早期的壓 早期的壓制可能會做到 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成效 剛好自己的狗狗 對 好 那這邊 那這邊 TNG的 這個潛壓就造就了 GoGoJuin早期的 一防狗完全沒有達到一個 進攻的效益 所以自己的狗狗是穩穩的開了下來 好 那這邊 雙方就是開始在轉張了 那這邊 再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就是 當你今天你的對方 是走一防狗 然後你早期的那個 困境也渡過了 就是 你可能用獨爆狗去衝他 那你 過了那個困境之後 你 雙方開始轉蟑螂的時候 這邊千萬有記住 你的蟑螂絕對不可以說 我有一定的量了 就直接出發 基本上蟑螂都要等到二攻才會出發 因為你的攻防會比 所以 人家蟑螂一攻好的時候 可能是一攻一防 那你的話 只有一攻 那你的攻防就是在輸的情況下 跟對方打 經濟持平 那攻防落差的情況下 即便兵力有死 也有可能會被逆轉 唉唷 這個 這個會送吧 這個籃子的狗 這個籃子的狗 這樣硬換一個招 我覺得你沒賺 這邊應該 應該是打算做一個溜狗 然後順便看一下 他是走什麼兵種 不過這邊的狗有點多 送的有點多 有人說狗狗救魚回來了 他這樣玩的同時 我看一下人口差30 我這邊農民宿的話 雙方是都 狗狗救魚是57隻 TNG是54隻 在 在 競技上來說雙方算是持平 那 科技上的話 狗狗救魚就像剛剛說 他領先了一防 呃 不對他領先兩防 TNG這邊好像沒有提防 那這邊 TNG的一個 不好意思 狗狗救魚的一個溜狗 這邊溜進了惡狂跟土狂 咬 稍微殺了一些農民 這邊農民死了有點多 唉唉唉他沒空 那之後我怎麼死定了說 真的 撿回一條命 好那其實 狗狗救你這邊早期的這些溜狗 其實都有一些小意義就存在 就是 在你發現 雙方都是走蟑螂的時候 你要盡量溜這些狗 你的狗的優勢就是一防 那你盡量就是做這些溜狗 就是去拖延對方進攻的時間 那順便去偵查對方的兵種 好那這邊留了三顆毒暴 準備要來炸他的山礦 這邊TNG有沒有發現呢 有點危險 直接炸六顆 喔 這位都沒空到 三顆毒暴炸六隻的一個農民 哇 哇狗狗救你這個 經濟好很多 而且有二防 看得出來狗狗救你回來了 這邊 TNG這邊想嘗試做溜狗 但是狗狗救你這邊 也是有分兵在自己的二框孔 好那這些剩餘的狗狗清完之後 狗狗就應該是打算 這邊應該是要直接推出去壓掉對方的事況 好 那同時家裡放下了我們的螺旋塔 準備要來做一個轉兵 哇這個熔岩沒有噴到 那個叫酸死敵義 好酸死敵義 不好意思 好 可惜都沒有噴到 好那這邊做了一個會戰 呃狗狗救你這邊的陣型是非常的好 好那這邊部隊擠上去 盡量不要被酸死敵義給噴到 但是 哇這邊撞了兩三坨 但是在部隊大優的情況下 這邊狗狗救你 持續的再往上擠 這邊這邊嘗試做一些溜蟑螂 但是蟑螂數量不太多 造成不給我太大的傷害 那以來通過就一直都正面 持續的再做一個壓軸 蟑螂持續的往前擠 點掉你的 點掉劫毀獸 那剩下的蟑螂數量其實來到 已經開始減少 人口也開始來到 30人口的差距 我剛剛在想那個 酸死敵義在台灣是叫酸死敵義嗎 在日本是叫什麼 應該是在 應該是酸死敵義沒錯 對啊日本是叫什麼 呃日本的話是直接叫龍眼 龍眼喔 對因為 應該說他們就是像我們講 呃我們 後蟲我們會叫媽媽媽 會叫蟲後蟲 綽號 那他們的話就是會去 綽號叫龍眼 那日文就是 馬骨馬 馬骨 馬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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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以為在日文那個 酸死敵義是叫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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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誰的絕招 沒有錯 所以每一次 那個 結果的時候噴子彈的時候 都要來一發 你會念嗎 那個什麼 Ryu 對對對就是這個 每一次噴的時候 你就來 來另一段 你不覺得很屌嗎 可是 那你在電腦前面 從走的時候 你每次跳的時候 你就要來那個 那個 哭啦嚕 我覺得很猛 哭啦嚕 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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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 他叫龍神之劍 哭啦 好像是欸 因為我Overwatch 只有玩一下下 我沒有玩那麼久 R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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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弓箭的那個嗎 就是元氏啊 不是元氏是那個 元氏是龍神之劍 龍神之劍 那是伴仗 伴仗不是也姓元氏嗎 拿刀的是元氏 拿弓的是伴仗 喔 剛剛那是伴仗 然後 欸 剛剛那是 喔 剛剛那是伴仗 你剛剛說噴那個 龍川的那個是伴仗 那是弓箭的 那元氏的大家覺得 呃 元氏是 龍神之劍 龍神之劍 是嗎 是伴仗嗎 不是伴仗嗎 欸 它是用伴仗嗎 我有點忘記了 我知道它是用伴仗嗎 沒有 伴仗跟伴仗是同一個動詞 只是它一個是秘密琴 一個是實態不一樣而已 喔 我查到的是那個 龍神之劍伴仗 我懂我懂的感覺 就像我這次去那個 那個資訊 那個世貿 然後就有看到一個日本人在學中文 大概是那個感覺 嗯 但是你聽得懂對不對 你大概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聽得懂 對 然後我們在聽那個日本人在學中文的時候 我們也聽得懂他大概在說什麼 對 但是就知道他他講錯 但是我們聽得懂他就說 對啊 是酷勒 那個是原始 對啊 那應該就是酷勒 哇 兩個地刺 太會了吧 他看到對方的那個 二礦藤碗 直接下兩根地刺 直接下兩根地刺作為防守 就TNG這場大賺 如果說那兩根地刺沒有取消的話 對 TNG這邊完全就只是一個慢狗開 應該會炸 應該會炸 他這個叫做保底地刺 我懂 炸炸炸 這就像那個 以前那個神族 其實現在也會啊 有些神族在打 蟲族或打人類 在沒有偵察到對方的情況下 會先按那隻狂戰士 嗯 然後等到那個 該 該來的時間沒來這狂戰士就把他取消 就把他取消換成正列 或者是換教師 這就是一個保底 因為我之前有 我之前在選手的時候也會做這細節 那這個細節確實也讓我贏得不少場 就是我 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打大招我 根本不知道他野兵贏 或是不知道他要放 什麼 對 主要是打人類啊 我根本不知道他野兵贏 結果就是因為那隻狂戰士有按 結果他的槍兵來的時候 在射你的時候 你的狂戰士可以直接按出來 因為這樣子讓我守住了好幾次的大招 這邊非常的 這種保底的真的都是很重要 好 觀眾剛剛說叫我用日文轉播一場 我覺得 你們應該會聽不懂 你用日文轉播 那我就聽你講就好 沒有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不敢 沒差沒差 不不不不 我吼很痛你知道嗎 好那這邊TMG 嘗試做一個溜掛 但是發現對方都封門起來了 已經很明顯就是走一個蟑螂的 確定對方是要走一個蟑螂的 欸 這要強行炸嗎 這強行炸絕對是不行的 太不好的 絕對是不行的 因為對方有媽媽有地刺 然後你的狗的數量也不太高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到GoGo Joe 你就很像龜剛剛提到的 前面就是完全不跟你独狗 超夠 我就出蟑螂 直接來做防守 我打法就是類似他這種 類似 對 只是他後面是騙招 你看他後面在轉飛龍 他讓你覺得我一臉就是出蟑螂一樣 對連蟑螂都走出來給你看 演戲演到底 那等等就會爆出一波飛龍騷擾 但是他飛龍也不會做多 然後飛龍鬧一鬧之後 結果後面就是蟑螂一圈 嗯 這邊飛龍應該等一下就出個 六七條左右 殺 殺 這邊TNG能做的就是 因為他的優勢就是 呃 GoGo Joe你這邊沒有狗數 那他的狗數就是 優勢就是 要讓他一直阻止 對方的閃光 對 那重點是這個 那個 那個 龍血塔 這邊沒有做細節去偵查 對啊 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TNG的二本是已經好 但是他沒有飄監察王總 或者是用變形蟲來做個 偵查 這個是有點可惜 這時候還是要飛進去看一下到底是 可以躺還是什麼 對 就是不能說人家給你看什麼 你就默認是什麼 就是蠻危險的 他完全 覺得對方是蟑螂了 等一下那飛龍應該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對 那這邊等一下TNG看到 飛龍的時候就是大吃一驚 然後記得就是把 如果他的蟑螂量夠 就是蟑螂全部 拖出去 打人家了 來來來來 這邊看到了飛塔 好這邊蟑螂全部都出門了 有蟑螂直接全部出門 然後家裡補了三根 三根的包子塔 這邊家裡看有沒有放刺蛇獸去喔 這個很重要 蟑螂推出去的同時 家裡補完包子塔就要放刺蛇獸去 但是這邊的蟑螂被非常攔截到了 這個 哇這個 這個蟑螂是有去無回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CocoJuin他這邊的防守 其實都有做得非常到位喔 他沒有說就是 空的 就全部就跳飛躺了 還是有出一些 呃 零星的蟑螂來做防守 因為他飛躺之後 要出第一波 他就一開始七次就沒在做 對 然後後面就是消耗你的經濟之後 就是轉出大量的蟑螂跟你平 他這就是飛躺把你打到 經濟受傷以後 蟑螂直接正名 喔這邊 天巨也要轉飛躺 嗯 嗯 這樣 唉唷 這個CocoJuin又補了四隻龍 這樣TNG守住等等的蟑螂 我覺得有點難 有點難守住 唉唷他又Lag了 唉唷 換人Lag了嗎 換TNGLag了 樂劍跑掉 喔 還有樂劍跑掉這種事 好那我們這邊先 稍微等狀況排出一下 應該不會太久 樂劍而已 為什麼樂劍跑掉 不懂 好那我們這邊回到賽事喔 繼續回到比賽 那這邊飛躺已經 自己跑到主動來 來鬧啦 哇這邊 大量的蟑螂直接壓的進來 但是這邊飛躺出來了 但是這個量其實不太夠 所以這邊的蟑螂 就被精進高 就收回硬的省上 喔 長點這個 那這邊那個 勾就有看到你在爆飛躺 自己也跟得出了 沒錯 這個判斷是非常的正確 雖然農民沒有殺到多少 但是已經惡者對方非常的出量 好那現在這邊就是TNG的一個機會喔 就是他這邊有個16隻的一個飛躺 這邊就是利用自己的蟑螂來做一個多線喔 看 加減擾亂一下你的經濟喔 然後牽制一下你的飛躺 哇這個切入 哇這個二礦的農 二礦的農 基本上應該是被突破的 這個時候如果OB有聽得到我們的聲音的話 這時候帶那個 那個單位列表比較重要 對 就是看非常的亮 對 因為這時候是要看非常的亮 誰多誰 那個 他按升級昨天 對喔 這邊 牽制的飛躺數量是來到一個無法無天 我可以硬點你的包子塔的數量 17比17 17比17 飛躺數量差不多 嗯 然後 呃 工坊的話這邊 紅色勾就要有一防 好啊這邊正面複雜了起來 但是這邊明顯的是勾過就一個飛躺比較多啊 我連13 對13隻對上9隻啊 但是後面陸續又再補出了7隻 那人口落差的部分的話 郭沃軍這邊是人口 呃80的人口 那吸引區這邊的話是119 雙方人口的落差來到了30 呃30左右 10 4 4 had 8 6 5 5 8 7 8 7 8 7 洞窟的暴子塔沒有補 哇又被切一輪 哇這個有點失誤啦 剛剛暴子塔被洗過一輪 沒有補到 那這邊明星的蟑螂也溜到了三框 要來做一個騷擾 然後非常相對的在四框這邊鬧 這邊有可能點掉四框嗎 你好狗的殺 哇但Gojo的這邊 狗狗之少 喔這邊非常漂亮 GoGojo的這邊用H喔 這樣子的話 農民的仇人子就不會來到狗身上 狗就會一直盲目的要追著媽媽喔 哇這邊雙方非常量都非常的多 現在GoGojo是24隻的一個飛檔 那千金這邊是20隻 然後第二句下面有用狗當那個幫忙吸一隻彈 沒錯這個細節非常重要 但是狗的數量不夠啊 而且非常數量也有明顯的落差 但是這幾波溜狗下來 GoGo最近那邊農死了19隻啊 這邊經濟可以說是大傷啊 這邊狗持續的在鬧 那飛檔也在來到四框 想要把這個四框點掉 但是GoGoJuan的飛檔過來這邊停止了 好這邊非常沒有空桃喔 直接 GoGoJuan就非常之 非常直接被TNG吃掉啊 現在非常數量反超喔 過後就已經12隻了 那TNG這邊已經來到19隻了 哇又流進去了 欸這個 GoGoJuan是沒狗術了 對他從一開始打算到狗狼的時候就沒有踢狗術了 但是後面轉成這樣子喔 他也沒有把狗術給踢回啦 這邊有點可惜喔 所以導致自己 呃 溜狗就是 對方的權力 然後自己完全不能溜 好 GoJuan就打了GG 好那這邊恭喜TNG2比1拿下了這場勝利啊 現在是優格對上 路易斯 路易斯